防疫期间不敢去发廊 只能放任头发随性生长 不过天气越来越热 你还忍耐得住吗 没关系 专业发型师教你在家自己打薄修发尾 以及用一刀就能剪出夏日清爽发型 相信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没办法出门 那头发是变得比较容易乱 或者比较厚 那我今天教学的是 怎么帮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发尾修剪 再来的话就是帮自己 比较厚的头发做一点打薄 或者是帮家人做修剪 修饮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准备一些剪法工具 那如果你家里没有专业的剪法剪刀 那你可以先准备像这一种 美术剪刀 或者是厨房的剪刀 跟一只橡皮筋 那如果你有比较专业工具的话 你就可以准备一只像这样的剪法刀 梳子跟一只分驱夹 以上这三种就可以做到很专业的剪法了 我们先来做第一个步骤就是修法尾 那修法尾的话我建议大家 你可以先把头发分上下两层 太阳穴位置 直接分半头 把头发上面这里 先竖起来就好 不要让它掉下来就好 我会建议大家 你要看着镜子 看着镜子 把头发拖到前面 用手指头这样夹着 梳子先把头发稍微梳顺 那往下 往身体的位置这样拉下来 拉到你想要的长度的时候 平着剪下去 那记得啊你在修剪啊 剪一定剪在你手指头夹的里面的位置 不要剪在外面这里的位置 因为这样一定会趁湿不齐 另外一边一样往前提拉下来 然后到我们要修剪的位置啊 然后做平的修剪 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长度跟分叉修掉了 那修完之后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对着镜子两边往前 连接一下 看有没有一样长 把多余的长度再去除 我们接下来换成剪刀头是直的方向 像这样直立的 去在法尾这里做一个小三角形的修剪 这我们称它为点剪 那这样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让头发比较柔和一点点 刚刚这样的技巧我们拉到前面剪嘛 你放到后面看哦 它会有一点圆弧形的感觉 并不会完全齐平的 所以大家不要怕这样剪完会太呆 其实剪完它其实是有一点线条的 我们再把上面这一区放下来 那稍微竖一下 那在剪法的时候啊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把头发 喷一点水或剥一点水上去 让它不要毛毛罩罩的 因为毛毛罩罩的就会比较不好剪 那我们就可以用水枪稍微 像这样 好那我们接下来啊 完成上面这一层 我们一样把它分两边 从后脑槽位置分一半 这样左右两边 那拉到前面 那这一次呢 我们往前拉高一点点 往前45度 在下巴下面的位置 拉拉拉拉拉拉拉到这里 有点往下45度的感觉 那把法尾这里我们一样先平剪修掉 那你会看到啊 刚刚这一块是我们修剪的最底层的第一层 那修剪完之后 法尾一样稍微做一点简单的点剪 点剪的时候啊 请保留大概一个半的指节的宽度 或两个指节 这样你再点剪才有空间 伸进去 直立的完成之后拨一下 那你看喔 它就会获得一个很棒的一个层次轮廓 像这样前短后长这样下来的层次感 那我们再来修另外一边 从上面梳下来 梳到前面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原本剪的位置 所以我们手这样拉过来 长度直接去掉 做点剪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喔 它比较多余的法尾啊 分叉就修掉了 那两边啊会有一个短到后面长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修法尾的小技巧 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技巧 就是一刀剪完发型 我们需要一个东西就是橡皮筋 要绑头发用的 那我们在绑的时候啊 你的头可以先往前 倾斜 拿一只梳子 把头发稍微往前 梳顺 梳顺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这两边的头发往前集中 如果你想要剪完 它一样保持着是长发的感觉 那你就要提高 提高到你的额头上 如果是要保留长度 但是修剪层次 你就抓两个拳头的距离 那抓完之后呢 把这里用橡皮筋绑起来 好绑完之后啊 你会看到 这边就是多出来的长度 那记得哦 我们在做修剪的时候啊 剪橡皮筋外面 不要剪橡皮筋里面 很多人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直接从这里剪下去 这里一刀 直接把橡皮筋外面这里 直接去除 去除完之后 橡皮筋拿出来 那往后一拨 它的层次 两侧的层次 我们从侧面看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就是比较高的层次 后面的长度 它是一个斜下来的弧度 所以如果你照这个技巧去剪 它其实安全度是很高的 重点就是不要绑得太贴 太高进的额头 这就是一个长发修剪完的感觉 现在我要教一个短发的技巧 那它的高度跟技巧啊 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逻辑是一样的 那我们先来把头发绑起来 它的重点就在于 你的橡皮筋的位置 那我们在绑的时候 一样头往前 滴一点点 分两边 那我们绑的位置就是在 下巴 一个拳头 45度的位置 绑完之后 我们就把下面这里 直接做去除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头发是比较多的 我会先用电剪去切 那我们一样剪在 剪在橡皮筋外侧这里 好 一刀 这样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两侧的层次 落差就不会那么大 它算是一个中低层次的一个效果 所以啊 中短发啊 我们这样去做修剪啊 它就会非常好看的感觉 就是它没有太大的层次落差 但是呢 从后面看 它也是有一个 微弧形的一个效果 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打薄 那打薄的话 你可以去找这种锯齿状的效果 的打薄刀 好跟大家讲几个打薄的重点 就是我们上面这一区一律 先夹起来 不要打薄到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外面打薄了 它就会很容易毛毛燥燥的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 如果我们现在应急的状况啊 让头发有一点轻盈感 那怎么做 头发发量最多的都是 耳朵 后面 这两个区块 那我今天加一个很简单的技巧 耳朵后面 你直接分一半 这样分一半 分一半之后呢 我们再分一半 下面这边我们不要调到喔 因为它这样绑起来的话 如果你打薄的话 会容易虚虚毛毛的 所以我们这一块不要动到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旋转方式 旋转 三到五圈 那直接从 法根下来的 一个拳头的位置 这边开始 然后打薄的话 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到法尾 那再来 再拔 简单的 梳起来 梳开 把头发梳掉 这样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希望 厚薄度好像可以再调一点点 那我们再来一次 最多就两次喔 不要超过两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下 完成 那梳下来 这边是打薄过的 你可以看到它法尾啊 的空间感就会比较好 可以透过去里面看 那这边是还没打薄的 你可以看到它法尾 就会比较厚重一点点 所以你在做打薄的时候 我非常建议就是这一区 调掉 调完之后 再把头发放下来 这样就完成了 以上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跟着设计师的步骤 让你减法不求人 自由iStyle 我们下次见 拜拜